倒著要搶到四十棟 看我們在公務 待會看要處理幾個好 指著身後堆積如山的廢棄垃圾 當地里長越說越氣憤 因為這塊位在無奇頂寮裡的 新市鎮中心 最近被民眾發現 有一處空地被人惡意 侵到工程廢棄物 初步估計 約有四公噸的木材建料 地方大罵很沒公德心 這當然也想起 你說的豬豬的 都不知道誰來土的 對啦 要換你啦 你說的 你頭髮怎麼拿來這裡倒對不對 看得很難 既然有這種白雲 有這種人 我來投投這種東西 造成我們地方的黑暗 我冠軍今天 我就把通報環保局 請無期請個隊 我希望 我們優候的政府 如果抓到這種投投的人 大大要嚴懲 造成我們很多電影的困惑 這塊處於開發階段的新市鎮中心 因為佔地廣闊 附近也沒有任何的住戶 不肖廠商逮住機會 偷偷在這塊空地上 清倒工程廢棄物 地方擔憂會污染當地環境之外 也要求相關單位 應該要立即追查來源 並且處以重罰 遏止惡意行為再次發生 我們這裡都有很好的監視系統 我希望連結警政單位 把頭到的人趕快抓出來 不然你來 今天頭到這裡 進入可能醫護一天 會再到頭到包圍 這種個性 這種人 我覺得很不好 我希望抓到一定要重罰 師傅也表示 將會盡快派員 前往處理廢棄物 並且要求警政單位 調閱入口監視器 全面清查嫌犯身份 未來也會加派警力 到場巡邏 確保地方居民的環境與安全